今年世界杯踢到现在,四强已经全部产生,分别是克罗地亚、阿根廷、摩洛哥和法国。 虽然中国男足不争气,但是作为中国球迷,还是有义务帮助他们强行蹭一波世界杯的热度。 比如,我们翻箱倒柜寻找国足比赛记录,会发现,这四个队在历史上居然都曾被国足击败过,中国男足也是唯一一支曾经战胜过这四强的亚洲球队。 首先,我们从最远地说起,国足击败摩洛哥队历史比较久远,时间是在1977年。 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足联,国家队参加国际比赛机会很少。 这一年,我国举办了第一届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邀请一些国家足球队打友一赛。 在这届赛事中,国家队与摩洛哥队在淘汰赛相遇,结果以3比2立刻对手,进入四强。 不过,当时的摩洛哥足球跟今天这个队伍不可同日而语。 另外,在2015年武汉四国邀请赛,由徐欣、张玉宁、吴欣涵领衔的国奥队还曾以4比0战胜了摩洛哥国奥队。 国足击败阿根廷的比赛发生在尼赫鲁金杯赛上。 这是印度举办的足球赛事,以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命名,从1982年开始举办。 在1984年第三届尼赫鲁金杯赛上,中国队派出了全部精英,包括谷广明、左书生、沈祥福、赵达玉、贾秀全等一批名将。 而参加这次比赛的阿根廷队并没有派出全部主意,球王马拉多纳就没有来,最有名的是前锋布鲁查加。 这位大哥还在两年后的世界杯决赛,接马拉多纳传球,决杀西德队,帮助阿根廷再次夺得世界杯。 国足与阿根廷队在1月20日相遇,上半场双方踢成0比0,下半场国足主力李怀云受伤,赵达玉踢补上场,并且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国足最终1比0,战胜了阿根廷队。 这在当年的中国体育界里,也是一则重磅新闻。 很可惜,赵达玉在2015年因肝癌去世,年仅54岁。 再来说说国足战胜法国队,比赛发生在2010年,当时已经打入南非世界杯决赛圈的法国队找到中国队踢最后一场热身赛,地点在非洲法属刘尼望岛。 法国目的很明确,用一场大胜激励球队,开启世界杯之旅。 当年由高红波挂帅的国足,刚刚在几个月前的东亚四强赛上,3比0战胜了韩国队,结束了自1978年以来32年孔韩正的历史。 当时的法国队主教练是多梅内克,队伍拥有李贝里、阿奈尔卡、埃弗拉等名将也算重心云集。 比赛的大部分时间里,国足也的确被法国队摁着打,没有太多还手之力。 法国全场控球率68%,射门数22比3。 比赛第66分钟,崔鹏为中国队获得一个任意球机会。 主帅高红波本想换下邓卓祥,可邓卓祥向场外做了一个暂停的手势,示意罚完任意球再下去。 结果,他用左脚踢出一道标志性的落叶球,扣开了洛里把守的食指关。 随后的法国队,权限狂攻,无奈国足后防众志成城,守住了一比零的圣果。 那一年的国足,起码也算热身赛之王,借用范志毅的话说,小高带得蛮好的。 随后的世界杯上,法国队一平两腹,小组赛急遭淘汰,从此在位与国足热身。 击败克罗地亚是在2017年中国杯上,当时中国杯参赛队伍有四个球队,中国队,克罗地亚队,智力队,冰岛队。 当时李皮上任国家队不久,万达组织了一项国际A级赛事,也希望借此机会为国家队提供更多与国际强队交手的机会。 当时李皮选择了一批在国足出场机会不多的国脚组成,出场国脚最后仅有四人踢了12强赛。 当然克罗地亚队也是派出了二队来滑,我们熟知的莫德里奇也没有来。 在中国杯继军争夺战中,国足常规时间1比1战平对手,并在点球大战中4比3获胜。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卡塔尔世界杯大放异彩的克罗地亚国门利瓦克维奇,正是在那次的中国杯迎来了自己国家队首秀,逐渐成长为球队的主力门将。 在那场点球大战中,克罗地亚罚丢点球的两个人中也有现一国脚,巴里西齐。 要知道,这是克罗地亚队在点球战中输的最近的一场比赛。 随后,大赛逢点球大战必晋级,如今被冠以点球之王。 在第二年的世界杯,克罗地亚在决赛2比4不敌法国,屈居亚军。 马上2023年了,时过近迁,务是人非,中国足球依然在泥潭中苦苦挣扎。 但是我们这些铁杆球迷,依然保持着对国足的关注。 画质越渣,国足越强。 真心希望,中国足球能够倒退20年,毕竟那时候的我们幸福满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